下一個我們要帶到的東西叫做 生活中常看到兩個塑膠 一個叫聚乙烯 英文說寫叫PE要背 一個叫做聚綠乙烯 英文說寫叫PVC 乙烯看中文就知道了 聚乙烯誰聚合 乙烯聚合嘛 聚綠乙烯誰聚合 綠乙烯聚合嘛 這兩個都是鏈狀構造 所以它都是熱塑性聚合物 熱塑性塑膠 加熱就軟掉融化 你們塑膠袋加熱溶掉軟掉的樣子 ok 然後聚乙不溶解 大部分的有機溶機也 大部分都不會被侵蝕 所以你來做塑膠袋 裝東西沒有什麼問題 做保鮮膜 保鮮膜 ok 好PE保鮮膜什麼之類的 聚綠乙烯也不導電 可以耐酸啊什麼之類的 然後就可以做一些電線啊 做雨衣啊什麼什麼之類的 可是有一個問題 它不耐高溫 它加到一百八四八 一百四八度的時候 會放出鹽酸 鹽酸有毒 所以基本上 不適合 拿聚綠乙烯 做食品的包裝材料 你們買的礦泉水 有少數它的瓶子 如果是聚綠乙烯做的 它都必須所謂的食品級 因為就是怕它會放出 玉花精 它會容易放出來玉花精 所以基本上它不太適合用來做食品的包裝 因為怕放出它有毒的東西 是吧 最重要的就是 其實這兩個碗頁都叫做 熱素性聚合物 都是鏈狀構造 英文說起來記一下 然後記得 聚綠乙烯 受熱之後會放出鹽酸 綠化精 保育龍 保育龍 學名叫聚本乙烯 英文說起來PS 它也是變狀構造 中文聚本乙烯 所以誰聚合的 本乙烯 那什麼是本乙烯 就甭管 你就不用管什麼叫本乙烯 這個 我們國中不教烯 更不會教本 更不會叫本乙烯 聽過就可以了 保育龍 好 所以這個 它是熱素性 你們小學就知道了嘛 拿一個保育龍簽課器 鍋一加熱鍋就怎麼化開了 就切開了嘛 所以它熱素性 應該沒有問題 然後呢 這個是以前舊課本很愛考的事情 這個是他以前舊課本很愛考的事 保育龍不容易水 可是會容易丙銅 會容易乙酸乙脂 也不容易酒精 所以裝酒精沒有問題 可是不能夠裝丙銅 不能夠裝乙酸乙脂 有一些偉大的化學家 會告訴你說那個乙酸乙脂 不叫熔解 叫什麼什麼什麼的那個 那麼偉大的學位我們國中生不管 我們就是熔解 我們就是熔解 OK 這個是以前愛考的 他容易丙銅跟乙酸乙脂 不容易酒精 所以你背一下 然後可以做一些材料啊 包裝材料啊 還可以隔熱啊 這邊有保育龍可以 保育龍可以隔熱啊 做一些裝潢裡面防震啊 什麼之類的 OK 叫保育龍 保育龍不耐高溫 所以不是用來盛裝高熱的東西 然後把保育龍切熱器 一熱就把它化開了嘛 就切開了 這個人家小學就有經驗了 所以包裝的味道不適合的 看一下 好 背一下他溶於丙銅跟乙酸乙脂 不溶於酒精 好 知道他 可以當包裝材料啊 什麼隔熱 隔熱材料啊 怎麼這樣 他不耐高溫啊 最後要奈隆 尼隆 奈隆 這是貝貝 它是人類最早使用的合成纖維 它很好用 很好看 所以剛做出來的時候 被稱為像人造絲 因為它有些像絲一樣的光澤 美麗什麼之類的 然後又比較便宜大方 可是呢 他有個問題 就是 但是他不太稀罕 他不太稀罕 所以呢 會很悶 會很悶 很悶 所以他不容易著火有彈性啊 之類的 好 那可以來做一些 什麼牙刷啊 架落傘 繩子啊 什麼什麼的 看看就可以了 重點 我們愛考的重點是 誰是 人類最早使用的合成纖維 尼龍 尼龍 奈倫 奈倫 這些東西 要考這個 就把它背下來就可以了 OK 我們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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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